今天要開一個特別的東西 咖哩 我們之前去日本的時候買了各式各樣的咖哩 都挑了三種 我們覺得很特別的 這裡 很好吃喔 我先從最右邊開始介紹好了 這個是在秋月園鋼蛋咖啡廳買的 因為夏亞太色紅色沾沾醋 它叫做 因為我是不吃辣的所以聊我可能會發紅 這個叫做 這個除辣應該不會被那個吧 不會被騙吧 它叫大便咖哩 它是我們在一個很特殊的店 它有賣很多各式各樣不同的東西買的 然後後面有稍微介紹一下 它說隱藏味道是巧克力味 然後味道非常的豐富濃厚 那它這邊有注意事項 寫說會要長針是大便的樣子 所以裡面會有一塊一塊一粒一粒這種東西 所以不是什麼奇怪的東西 我還蠻期待它的味道了 你看這個 這個也是我很期待的 它叫做 它是藍色的咖哩 傳說的藍色咖哩 然後這邊寫薑草 薑草就是藥草 它是藥草口味 我不知道藥草是什麼口味 草味吧 好那我們就一一來打開它 看裡面到底長怎樣 好那我先打開一下這個裡面 喔就是 然後一個很普通的調理包 接下來是大便咖哩的 欸 都這樣欸白色的 然後現在是史萊姆的這個 把它打開 你看它連包裝旁邊都是史萊姆的眼睛 好可愛喔 好它是銀色的 那它所有的調理方式 都是可以用喝水加熱 或是用微波爐 那我們就要全部用微波爐 一次把它堵出來 好走 這個是夏亞紅色三倍辣的 好紅喔 欸可是它很香欸 沒有太嗆辣的感覺 要把它倒出來 好 還要微波兩分鐘 好 我們第一個要先試吃的是 夏亞的紅色三倍辣咖哩 呵呵 它味道好香喔 而且沒有那種 因為它是三倍辣的 可是卻沒有那種很嗆辣的味道 現在要直接淋上去 還有它還有一些肉塊 這兩個肉塊的顏色不一樣 可能是不同的肉吧 就直接淋上去 好 我要直接試吃了 可以不要吃太大口 它如果很辣我 我真的不行 因為我不吃辣的人 它不辣欸 它偏甜欸 它 它為什麼是甜的 真的欸 它是番茄味吧 它是番茄泡味 它只是顏色 因為可能 就故意紅色三倍素 然後又跟紅色三倍辣這種狀態 其實它不辣 它是甜 它是偏甜的咖哩 好好吃喔 很香欸 試一下它這個肉 好像普通的泡麵肉 不會很意外 它不會辣 我覺得很不錯 蠻好吃的 是在剛幹咖啡廳買的 好 吃下一個 接下來是大便咖哩 那它比較特別 它好像是有點硬的吧 這怎麼起顆粒 怎麼起大便啊 它都 它水掉了啦 這是玉米吧 我不知道 什麼啊 什麼啊 這個是大便咖哩 其實它不用擠形狀就很像大便了 好 開始拿去微波 好 好 現在第二個就是 大便咖哩 剛在擠的時候就是很噁心才像大便 可是它微波完之後好像 就是變了一般咖哩 然後它的料很多欸 會有完成呈現大便的感覺 一粒一粒的這個就是玉米 這個應該是大便的肉 我直接這樣子吃一口 等一下 它的味道很奇怪欸 它是一個 那個肉很像魚肉 很甜的魚肉 它整個感覺很 它沒有到不好吃 可是味道很奇怪 也形容不出來 它的魚肉的味道很甜很甜 然後醬的味道甜甜鹹鹹鹹 真的是甜甜又鹹鹹的 它整個就是甜鹹搭在一起的奇怪咖哩味 很高興它不是大便味道 但是它的味道也是齊合到讓人家趕緊形容 覺得 覺得傻眼 那我們現在又去用第三個 史萊姆咖哩 接下來是史萊姆咖哩 藍綠色的 我喜歡這個顏色很美 哇 它黏得好史萊姆喔 我要倒出來 這個人是 欸欸欸 它 哎呀 它這個有點果凍 果凍狀的感覺 我這個人喜歡藍綠色 所以我覺得它很美 但是 藍綠色 又是鹹的東西 有點沒有緩大 一樣不浪費食物 我們要把它洗乾淨 好美喔 哈哈哈哈 這是艾莉姆的顏色吧 對啊艾莉姆的顏色啊 對啊艾莉姆的顏色啊 蛤 微波 最後一個史萊姆咖哩 它顏色很漂亮欸 它是藍綠色的 藍綠色的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 它這塊是什麼東西啊 它是肉吧 好大一塊肉喔 而且也太大塊了吧 而且它有點果凍狀的感覺 那我現在就來吃了 不知道是甜哪鹹的 聞起來是鹹的 它 它 它 化妝鞋它是藥草味 它吃下去 第一個接觸到你口中 散發出來的味道是牛奶味 然後之後 有一點點像杏仁的味道 衝出來 什麼味道啊 牛奶杏仁喔 牛奶味 然後慢慢的變鹹 很像杏仁的味道出來 它三個層次 所以我覺得 一開始吃會嚇到 我再第二口的時候 又覺得好像蠻好吃的 很順口欸 我吃下它的肉 連肉都是 蠻綠色的 欸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它那個奶香味 越來越濃郁 因為我是不是杏仁的 可是它那個類似杏仁的味道 只有一點點 像那個點綴提味的感覺 然後 它是鹹的 今天吃了三個 特殊口味的咖哩 我覺得 真的都很特殊 其中這個鋼蛋咖啡廳 這三杯辣這個 真的很好吃 由著我回到 吹圓的鋼蛋咖啡廳的感覺 因為他們那邊的東西 真的都很好吃 這個很棒 那這個大便呢 好險它不是真的大便 又不好可能會當場突出來 它就是很特殊 甜甜鹹鹹的 混在一起的味道 然後沒有到很難吃 但是也不好吃 就是這樣 最後就是這個 史萊姆咖哩 這個我非常非常驚豔 很好吃 第一口你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它太多層次了 第二口 第三口的根據就好好吃喔 它真的很香欸 而且它是鹹的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 日本特殊咖哩的開箱 那如果想要買這些咖哩的話呢 第一間這個就是在秋葉原的鋼蛋咖啡廳買的 那這兩個就是在這邊 資訊在這邊 好 那今天開箱到這個位置啦 掰掰 大家看到我旁邊 身上這兩個 一定很好奇 那就是 勇者都惡龍的 這個是放衛生紙的 超可愛寶箱怪 真的超可愛的 那接下來這一個 這個是 小沙發 它是真的可以做的 我要做上去 它要吃我屁股了 你看它是真的可以做的 然後可以這樣子 這樣會走 這兩個寶箱怪的沙發跟衛生紙盒 我們在下一部的影片會公佈地址 讓大家就敬請期待喔 記得要看我們下一部影片喔 掰掰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接下來還有更多有趣的影片等著你們喔